现代启示录带您看见台湾新思路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伟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国中历史课本里的曾国凡 参与自强运动 力推西化革新 他是政治家 理学家 更是晚清的中心名城 但是为何有些历史学者 直言批判曾国凡 说他根本就是个头夫呢 咸丰八年 西元1858年 五月下旬 当曾国凡麾下的乡军将领彭玉玲 从太平军手中收复了九江 他竟然写诗 以诗勇长江水不流 来形容眼前的景象 乡军镇压太平天国 沿途是烧杀掠夺 这些残忍的举动 全都来自于曾国凡的授意吗 在诸多辉煌头衔的背后 曾国凡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真实面貌呢 请看自身记者 王卫金 陈维佑的深度报道 他书神普通 资质平庸 光是考秀才就考了七次 因此他到了23岁才中了秀才 那么28岁的时候才中了进士 如果跟他同一个时代的人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的话 就会发觉他真的是大气完成 比如说你看梁启超 他11岁就中秀才了 无权无事的官场小卒 如何脱胎换骨 月身风江大力 而曾国凡曾为了什么 大骂自己是禽兽呢 据说他年轻的时候 也有跟着这个三五好友 一块去逛这种轻柔的习惯 那他对自己的好色有为耿耿于怀 还曾经在日记里面写说 这样的行为与倾受合意 曾图护 曾剃头 杀人魔骂名又为何伴他余生呢 但凡帝王将相出身之时 多有神秘意象相伴而生 相传嘉庆十六年 西元一八一一年 曾国凡的将士也有一段传奇故事 就传说他是这个马蛇经 就是说他的祖父在有一次做梦 就梦见了一个蟒蛇 朝着他这边过来 然后他就下行 下行了以后 他的孙媳妇就生了这个孩子 也就是曾国凡 在历史上哪一个人物 有这样子类似的一个传说 就是郭子怡 唐朝的名将 曾国凡的长相 个头偏矮 微微驼背 三角眼 邵走眉 特别的醒目 有几分舌头蟒生的味道 再加上他有严重的牛皮险 经常抓得险皮遍地 因此被人传说是舌经投胎 湖南长沙府相向增加 五六百年来 从未有人与公民结缘 想要光大门楣 曾国凡只有一条路 曾国凡从十四岁起 开始参加县市 连续五次都落地 在整个湖南落地是出了名 不过曾国凡没有气馁 继续参加第六次 那第六次的时候呢 这个榜单里面就有他 可是他不是中举的那个 考上秀才的那个榜单 而是被另外一个附加的榜单 那个附加的榜单是什么呢 就是学台认为说 我会告诉你什么叫好的作文 什么叫做坏的作文 为什么这个人成绩好 这个人成绩差 他就是放在成绩差的地方 而且四个字的评语 叫做文理不通 尽管曾国凡并没有因此气馁上志 但却把这件事认为是 毕生五大耻辱之一 接连六次落榜 还成了反面教材 曾国凡的鲁蛇命运 该如何翻转呢 在他23岁之前 也过那么一段的挫折 可是从23岁之后 他这个挫折感就没了 因为他找到了方法 24岁那一年他就中举了 前一年中考上秀才 他28岁的时候中了进士 那一般我们来讲 中进士是很难的 50岁考上进士的话 都还算是年轻的嘛 所以28岁能够考上进士 表示说曾国凡算是大器完成的 所以我们常说 这个做生意要学胡雪岩 那么做官要学曾国凡 因为曾国凡他知道自己的缺点 那么他尽量的靠努力 来勤能补着 道光二十年 西元一八四零年 而历之年的曾国凡总算成为一名 从七平小官 开始他漫长的欢欢生涯 和每个普通人一样 曾国凡也有着许多缺点 但他与众不同的是 曾国凡热衷自省 他总在日记里鞭持自己 甚至痛骂自己 真情受益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曾国凡妻子生病之时 他参加近视同学的谈拜 看到同学家中姬妾如云 也不由自主多看了好几眼 于是他就在日记里面写说 是日目旅携事 真不是人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 他对自己的好色 真的是深恶痛绝 其实我们看他没有很好色 为什么 因为他只有一个夫人 他有一个妾 然后这个妾是专门负责帮他抓养的 然后大概两年以后他就过世了 仿佛升官的开关就此被打开了一班 之后曾国凡尽在十年之内连升十级 他青云直上的关键何在呢 奴才慕章鹅给荒荣请安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吾谁 那慕章鹅是满洲官员中 少有通过近视步入官场的人 湖南学子曾国藩 拜见荆轲会使主考官 恩师慕大人 因为慕章鹅是那一年的考官 所以他那年录取的 通常来讲就视他为老师 他就是他的门生 那慕章鹅那时候也在广结善缘 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当他的帮手 所以他看上了曾国凡 当他把曾国凡的诗文看过一遍之后 立刻察觉曾国凡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所以他让曾国凡当作自己的得意门生 多次向道光皇帝推荐 据说有一次曾国凡得到道光皇帝的召见 所以他很兴致勃勃就赶快进宫 结果进宫等了个半天 并没有见到皇帝 军级大臣穆章鹅这时已撂烟于胸 穆章鹅听着对曾国凡说 这是皇帝有心考你来着 你有注意到墙上那幅字的内容吗 曾国凡听得大惊失色说 我太过紧张了顾不得观看 他就买通了一个太监 把养性殿里面的那些画的来历 作者是谁 准备了一份小抄给曾国凡去看 等到道光皇帝再正式地 召见曾国凡的时候 曾国凡等于在言谈之间 就跟皇帝就对答如流 所以就给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所以据说这件事情 对于曾国凡进入仕途做官呢 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力 纵使有当红全臣相助 但倘若曾国凡学士修养不够 恐怕也难逃皇帝火眼金睛 道光二十八年 曾国凡接下了一项棘手差事 道光二十八年时 大清国库空虚 曾国凡奉命到户户稽查库营 以往库营的稽查 都是由稽查库藏玉使来办理 可是这一次一反惯例 当然会让司库官员如灵大敌 而这些官员唯恐自己 贪污亏空国库的事情曝光 所以就告诉曾国凡说 过去官员稽查库营 为了表示清白 都要脱光衣服进去 他想要让曾国凡知难而退 既然你们有这种怀疑 有这种疑虑 他就干脆就脱光 然后他去做清典的时候 就发现说 库营原来的一千九百万两 只剩下三百多万两 也就是亏空到一千五百多万两 道光皇帝听了 勃兰大怒 立刻命曾国凡当钦差大臣 彻查此案 所以后来曾国凡秉公处理 那也因此得到了 道光皇帝的信任 才会在短时间内连升时机 称为当朝红人 只是都说半君如半虎 官场翻红或转黑 往往仅在一夕之间 这个穆章鹅他是已经在朝廷里边 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一个党派 就叫穆党 穆章鹅是道光的心腹大臣 不过本身见识跟能力都稍嫌不足 还对有识知识如林哲徐等人进行排挤 而在鸦片战败之后 他劝道光皇帝全盘接受英军要求 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 主要包括赔偿两千一百万洋银银元 废除广州的公航垄断制度 开放广州 厦门 福州 宁波 上海五个口岸 割让香港岛核定关税等内容 这种上权入国的行为 让朝宗正直大臣 将他当成是当朝勤快 年轻的贤丰皇帝上任 他只有二十岁嘛 他想要有一点作为 他就先处理这个穆章鹅 将他割资永不续用 咸丰上任的三把火 很快便烧到曾国藩 咸丰皇帝一开始的时候 当然也要表现出来 我是一个圣明的君主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学古代的比如说唐太宗 这些英明的君主 就直言纳贱嘛 大臣们都可以批评我 当然其实这个是做做样子啦 把皇帝好好批评了一遍 结果这就让咸丰大怒了 当场把曾国藩的奏章扔到地上 还叫军机大臣过来 想要把曾国藩抓起来问罪 当时朝里边的一个重要大臣 齐俊早 齐俊早就赶快呢 压制咸丰皇帝的这一股怒气 那么齐俊早就表示说 大臣敢直言 那是因为主上英明嘛 如果主上是一个暴君 是一个昏君 就没有人敢讲实话啦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就给咸丰皇帝一个台阶下 所以咸丰皇帝就觉得 这个人敢直言 那也算是很不错的一个 忠良之事了 正当曾国藩逐渐摆脱 木党色彩 开始平步青云之际 家商传来了异装噩耗 让他从云端跌落谷底 曾国藩在京 他当了十四年的京官 那么他当时还是有京官的身份 他是派到江西去当主考官 可是走到半路 就听说母亲过世了 所以他就必须要返回家乡 去守丧马 办理丧事 所以这样子就开启了 他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所以刚好这个时候 是咸丰二年 也就是这个太平天国 闹得最严重的时候 太平天国之乱如火如荼 已经席卷了半个中国 大清从各地调集大量的八旗军 跟绿林兵来对付太平军 可是都不堪一击 曾国藩已经离开京城了嘛 他已经回到家乡 所以皇帝就下令说 那你就在家乡为了保乡卫国 那么你就在家乡呢 办这个相拥团练 其实当时不只是曾国藩 皇帝下令各地方的官员 赶快赶快你们就组织军队 保卫你们自己的地方 大概有四五十个官员 都接到这样的命令 就这样镇压太平天国 农民起义的使命 落到了曾国藩头上 只是投笔从容说得容易 文若书生手无伏击之力 出办团练 曾国藩该从何起手呢 他在招募乡军的时候 第一个乡军的待遇比较好 据说当时乡军的待遇 他大概是绿营兵的至少两倍 所以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曾贵军一个月是两两银子 他就是四两多 就是待遇很高 我希望招募来的人是不怕死 能吃苦 能够忠君爱国 那什么人是比较朴实的 可以去训练的 就是那些老老实实的农家汉子 那么钱从哪来呢 他一开始在这个乡军 没有正式建立威望的时候 他真的得罪蛮多人 比如说因为他要字幕款项嘛 他就希望大家能够支援 像左宗棠的亲家 也被他要求说那你要乐捐啊 那其实这种乐捐就是强制性的 可以说是不乐而捐 先锋四年曾贵凡奉旨出兵 这支游离于体制外的新军 首战太平军能够起开得胜吗 第一次的战争叫进港之战 进港之战他被打得糊里糊涂了 因为他没曾带过兵啊 曾国凡看得是又气又急 亲自仗剑督政 把一根大旗杆立在地上说 过旗则斩 可惜部下根本不理他 纷纷绕过旗杆逃跑 乡军几乎全军覆没 那曾国凡是羞愤自及啊 他就投水自杀 还好是被他的部下呢 李元杜给救起来了 那救起来后他当然是非常的沮丧 左宗棠呢当时也来批评过他说 你看你这一届书生 真的是不能带兵打仗 但是左宗棠其实就是等于是激励他 还好他听说呢 这个湘坛的陆战方面呢 是打赢了 所以对于咸丰皇帝来说 不管是水战还是陆战 已经好久都没有听到 打赢的消息了 这一次的胜利也是自从太平军起始以来 大清所取得的第一场重大胜利 他的人生经历是这样 就是屡战屡败 可是他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我屡败屡战 因为你能够把屡战屡败 转变成为屡败屡战的时候 那个态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曾国藩是屡败屡战 他从每一次失败的经验里面 去找到教训跟调整的方式 或许正如曾国藩所说 大丈夫当死中求生 祸中得福 先锋六年 西元一八五六年 屡败屡战的曾国藩迎来了传记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韦昌辉 就杀到眼红了 所以就把这个杨秀卿 当然是把杀了 但是就把杨秀卿的部众 家属什么 一杀就杀了两万多人 就变成一场是 天津事变之后 将领内侯严重削弱了 太平天国声势 所以这件事情被视为是 太平天国由胜转衰 甚至是败王的关键 湘潭之战之后 尤其还有这个九江 后来就职攻安庆 这个时候就倒过来 变成是湘军握有主导权 那么太平天国变成是被追着打 那么尤其是在天津事变之后 太平天国里边能打的 剩下是中王李秀城 那么另外石大开 石大开几乎是不愿意回天津了 同志三年 西元1864年 乡军终于攻破了太平天国首都天津 同志三年时 曾国藩的乡军攻破天津 大举入城扫杀掳掠掠 天津城内失衡遍野 据说江水都为之堵塞 根据史料记载说 情怀常和失守如麻 还有另外也提到说 万事熄灭百物荡尽 太平天国跟乡军争斗这几年 十四年下来 总共当时的中国的人口 就少掉了百分之二十五 也就是有超过一亿一千多万人死亡 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数字 也由于曾国藩的乡军屠城之举 太过残暴 人们将他称为真剃头 真屠户 据说南京小孩夜哭 只要妈妈说真剃头来咯 小孩就不敢哭了 由此可知 南京人对曾国藩是多么的深恶痛绝 那总该故人把尸体掩埋了 天这么热 南京不是成为一座臭城的吗 是 大约要雇两万民赴 要埋三五天 同志九年爆发了两江总督马兴怡 光天化日之下被刺杀的要案 这就是清末四大齐安之首的赤马案 由于赤马案发生的经过实在是太过离奇 还被香港导演陈可兴改编成了电影投名状 当街刺杀朝廷命官的刺客张文祥 在得手之后便束手就擒了 但是案情却更加地扑朔迷离 案发之前慈禧太后把曾国藩调离了江宁 并且指派了马兴怡接任两江总督 而马兴怡的道任要务就是要协助朝廷整治湘军 难道会是湘系集团导演了这起大案吗 幕后操盘的真凶会是曾国藩吗 赤马案最终草草结案 背后难道隐藏着什么样不能言说的真相 请看资深记者王卫金 陈维佑的深度报道 东南半壁禁止湘军势力 曾国藩难道不想趁势反清称帝吗 马兴怡当即停了下来 准备盘问究竟 就在此时 意外猝不及防发生了 马兴怡 马兴怡承奉慈熙密令 调查曾国藩收缴的太平天国财富 就在马兴怡即将公布调查结果之际 居然就发生了赤马案 清末四大悬案之首赤马案 曾国藩会是幕后真凶吗 曾国藩他本身没有参与这样的事情 可是他是领导者 所以他就被大家冠上一个叫征剃头 就是像剃刀一样 但是曾国权就不一样了 曾国权是自己带头来这个大家结社 凌了什么天王府帝王府的 跟我收 屠杀的过程里面不是只有太平军 还包括南京的这些无辜的民众 因为其实他们到后来跟土匪也没两样 就是去抢人 抢钱 抢粮食 曾国藩胞弟曾国权 亲自坐镇指挥了这场骇人听闻的浩劫 而曾国权锁定的正是太平天国的宝库 圣库 太平天国有一个制度就是财产公有制 然后圣库也是公有的 所以你这个圣库里面是有非常多的金银财宝 在这个江面上这些运这些 从天津城往家乡湖南运的这些船只 走了一两个月之久 所以不可能没有金山银山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紫禁城内 也有人对着这笔财宝正望眼欲穿 可是曾国权怎么跟朝廷汇报呢 第一个就是说没有金山银山 那他为了掩饰这个罪孽 就是说被他都抢光了 他为了掩饰证据呢 他就放火烧嘛 就把这个天津城里面尽量地烧光 然后呢他要不要留火口嘛 免得这个泄漏嘛 就灭口嘛 更让慈禧行坐不安的还有 先封皇帝的临终一诏 谁打下伪天津 就封他一个王 慈禧却没履行承诺 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孤身开始在乡军内部回荡 他的部署曾经想要开会 就是永立他为皇帝 甚至左宗棠就是还讲说 顶之轻重 似可问呼 全景朝野有三十万重兵在握 加上曾国权掠夺而来的财富 得以奥援 曾国凡难道不想从这柱巅峰 登上另一柱巅峰吗 到底要不要称帝 曾国凡是从头到尾没有这样的意思 因为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从现实层面来讲 如果他称帝 他下边的人未必会支援他 最简单的例子 李鸿章的怀军 一定会支援他称帝嘛 可能呢 这个一山不容二虎 李鸿章马上就要跟他翻脸了 所以他未必能够成功 二来是乡军攻剑天津之后 大家都不想打仗了 想依井还乡安定下来 他就是儒家思想 有这种忠君爱国的思想 不但不当皇帝 他还裁员 把这些兵给裁了 打破流言 这是他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 很多人都在攻击他们兄弟俩 说你乡军攻破了天津城的时候 你怎么把那个佑天王给放掉了 那你是什么样子的居心 那还有啊 圣库交代不清啊 那些金山银山到哪去了 那曾国凡现在就转移目标嘛 我就裁军嘛 那这样子你们也就不用再追了 对不对 大家功过相敌好了 就不要再追究了 然而 慈禧太后与曾国藩的这一执棋 还没结束 传明浙总督 马兴一进见 两个月后 七月二十日 一道上狱从紫禁城中发出 最坏的速度持送南京 曾国藩调任直立总督 两江总督由马兴怡调补 两江总督真的是很重要 控制了江苏 浙江 安徽江西 马兴怡原本是个安徽小直线 但是却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升迁 那为什么呢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是慈禧刻意做的缜密安排 那么两江总督原本是曾国藩嘛 那么曾国藩调任为直立总督 其实这也是慈禧太后的一个名声案叫 直戏想借此来慢慢拔除 乡君在两江的势力的结果 就等于是把曾国藩呢 调离了他的势力范围 然后直立总督看起来很重要 但是呢 是放在天子的眼皮补下 同志九年七月二十六号 早上十点半 马兴怡在金陵教育场 教育清军信念 阅兵完毕后 他回到了总督原门 途中忽然有人 燃掉深渊 他没有抵抗 把刀放下 就是完全就是等别人来逮捕他 才上任两年的两江总督 当街命丧皇权 震撼朝廷 这凶手张问祥是何许人也 他与马兴怡究竟有何深仇大恨呢 把杰逸兄弟给杀了 把他老婆给抢了 那这个事情他为了要去报仇 所以他就干了这些事情 第二个张问祥就说 因为我有一些强盗朋友 被这个两江总督马兴怡呢 就是滥捕 滥杀 所以我要找他算账 哪有人敢说 我有很多强盗朋友 那你自己不是也送上门去 你也是强盗吗 这个案子更悬疑的地方是 去审判的过程里面 第一次审判就是 江宁将军复查奎玉 他去审的时候 就是匆匆的结案 然后第二次呢 是张之洞的哥哥张之万 朝运总督去审的时候 又迟迟不审 张之万赴金陵与奎玉会审 但调查的结果却是认为 张文祥公职上述可信 但这就等于把赤马案 当成是张文祥的个人行为了 等到第三次的时候 是这个刑部的上书 曾国藩重新回任两江总督 乡军胜利重回掌控 难道这一切都是他在幕后策划 曾国藩终于得偿所愿了吗 曾国藩接到调令之后 先是上奏说自己有病在身 恳请朝廷另选贤能 后来推脱不过去 又在途中磨磨蹭蹭用了 三十六天才到任 一切的迹象都显示 曾国藩不愿躺这场浑水 如果不是他不想追查自己人 就是他本身是幕后主事者 据说慈禧太后交给马兴怡一个 秘密的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太平天国留下来的圣库 那些钱财金银财宝究竟在哪 那么曾国藩曾国权他们究竟弄走了多少 这个对马兴怡来说呢 这更是一个跳火坑的任务 曾国藩也不办 他被派去 所以他从头到尾都不说 然后就是安安静静地看 整个事件会怎么发展 我基本上觉得不是曾国藩之事 一方面他不必要做这种卑劣的手段 另一方面曾国藩这个手身体非常不好 他有一个眼睛都已经看不见了 他走路的时候都要两个人搀扶了 他不会再去想到要去刺杀谁 所以我觉得不见得是曾国藩 那曾国权反而机会大一些 郑敦锦对赤马案联审十四日 案情一无所获 只好和曾国藩联名上奏 在这份奏章上 郑敦锦依然写道 该犯供词 上处可信 这下慈禧也没办法了 只得下子将刺客张文湘 临辞除死 其实这也是太后呢 最后使的一招 就是让这个事淡化 不要再继续追查下去 因为如果继续追查下去 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跟乡君撕破脸 那撕破脸的结局是什么 就是让原本蠢蠢欲动的乡君 正式的起兵叛变 同志七年 西元1868年 曾国藩升任为直立总督 登上了他仕途的巅峰 怎料不久 汉奸 卖国贼的骂名竟然是铺天盖地地向他席卷而来 甚至曾国藩还被湖南同乡视为是乡人之耻 而这一切都是起因于天津教案 当时奉旨处理天津教案的曾国藩 究竟做出了哪一些举措引来汉奸的骂名 曾国藩绞杀太平天国毫不留情 为何却在洋人的面前 一点脾气都没有呢 而曾国藩为何会站在向外国人倾斜的天平上 如此处理难道他另有隐情吗 继续是资深记者王卫金 陈维佑的深度报道 邪门教会 教徒们相信世间存在一位圣童 是和谣的化身 能够引领世人免遭自然灾害和疑兵的侵袭 为了找到圣童 村民抓遍了天津卫小孩 逼他们喝下冰人的血 他们相信哪个孩子能活下来 那他一定就是圣童 这在当时是互动天津的大案 那些被掠走的孩子几乎都没能幸免 把这些小孩的眼睛心肝挖出来 做原料要配药 鹰海炼丹 惊悚至极 邪门教会当真肆虐天津吗 西元1870年6月21号 有数千名天津群众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面前 天津民众攻击法国教会机构 造成数十人被杀的血案 慈禧太后命令慈利总督曾国藩到天津查办 包括曾国藩的这些同乡 都认为以曾国藩为耻 曾国藩究竟如何处置导致朝野愤慨 他又为何成了人人唾骂的卖国贼呢 同志九年 西元1870年 向朝廷起驾养病的曾国藩 再度接到了御址 都说会无好会 厌无好厌 对自己极度防范的慈禧太后 无视绝不会登三宝殿 面对此刻朝廷的仰赖重用 曾国藩深知等待他的 而这个不祥预感后来果真应验了 这个事情发生等于是 曾国藩生命的倒数第二年了 带着不得不从命的万般无奈 曾国藩写完遗书便启程前往天津 当时他还不知道 自己即将踏上的 竟是他从忠心名城 到卖国走狗的分水岭 而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欢迎一些孤儿 就是住到他们这边来 就在那一年里面呢 就发生了这个瘟疫 有很多的孩子就这样过世 过世以后呢 他们就去处理孩子的尸体 干嘛的 结果有些尸体 因为处置不当 被这个野狗拖出来 说这个法国教堂里边呢 这些传教士啊 用这个小孩的身体啊 什么心肝内脏啊 去炼制这些个丹药 其实这个就是一种谣传啦 怎料文化误解 静眼变成流血冲突 民事馆的这个法国人啊 叫做封大业 包括这个封大业在内 就打死了很多的外国人 除了法国人以外 还有七个国家 曾国藩觉得 那要怎么做 才能让外国人 平息他们的愤怒 可是又不会伤到 我们大清朝的体面 那么所以他只好息事宁人 将责任归咎于民众的无知 以及百姓跟洋人之间的误解 所以他按照洋人的意思 把造势者抓起来 二十名领头者处以死刑 冲军流放二十五人 并赔偿外国人损失 四十六万两白银 并由从后出面去向法国道歉 没有硝烟的战场 果然更加凶险 这位忠心名臣 将自己推上了舆论的 风口浪尖 全国群情激愤 大家都称曾国藩是卖国贼 连他的湖南同乡 都以他为此 在外界看起来就觉得 曾国藩的处理是很软弱的 等于是丧权辱国 令人不解的是 绞杀太平天国毫不手软 面对洋人却挺不止腰杆 曾国藩为何做出如此决策呢 曾国藩是想过这件事情的 那这件事情的原委 到底不是外国人的错 我们讲的句话叫做 礼盲而烂情 在那个时代就有了 因为太平天国它是一个内乱 所以我们平定内乱是为了中军 但是如果对洋人 我们有这个实力吗 如果再引来外患 那这样是中军爱国吗 可能是萤火自焚吧 是需要有一个替罪羊 只有把曾国藩彻底推到 卖国贼的这个程度 朝廷的讲和 才有可能在这个 汹涌的民意中间 找到操作空间 曾国藩身世大坏 只好一直到前说 意思是自己没能处理到 让大家满意 会深自检讨 不过这样的民怨 实在太过沸腾了 慈禧太后眼看这样下去 不是办法 正好这个时候发生了赤马案 于是就免除曾国藩 实力总督之职 改由李鸿章上任 一世英明被彻底抹黑 曾国藩灰心丧志 同志十一年 暴汉而逝 曾国藩的一生充满矛盾 他推崇仁爱思想 却大开杀戒 提倡清廉 但是又纵容不属 贪赃枉法 想做个完人 最终却在悔恨压抑当中 郁郁而终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也欢迎观众一起上 《现代启示录》的YouTube 订阅跟分享 另外我们的Podcast 也已经上线了 欢迎您下载收听 我是曾伟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